开注解五百零一页 五百零一页 请看第七行 有法华家祥书九曰 言曰礼周 故称为要 这个曰是简要的意思 忠是具足的意思 把这个言曰礼周合起来讲 就是言语很简单很恶要 但是道理说得非常圆满 如同唐朝贤首国师所写的 修还奥之望尽还原观 文字确实不多 但是把礼说得非常的圆满 这就称之为要 习来 隐儿不传 目之为密 这个习是向来的意思 四十九年来 佛没有说 这叫做密 法华经 法师评约 此经是诸佛密钥之章 不可分布 不可分布 旺寿与人 密钥 就是指的这一部 法华经 法华经不是秘密 那为什么称它为密钥呢 因为它的道理太深了 一般人看不懂 他看不明白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通达 法华经的教理教义呢 就必须要先接受 阿含 方等 然后再学习般若 到最后啊 才能够去到 法华经的境界 法华经被称为 一圣原教 古大德把世尊 医生所讲的经典 做了一个评判 他们认为呢 这个一圣经典 有三部 华阴经 法华经 梵王经 可惜的是 梵王经只有一品 菩萨戒品 那么这个三部经 都是一圣经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 密钥当中还有密钥 那是指着哪一部经呢 无量寿经 大家看一下 华阴经法华经 都是到最后 劝我们大家 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 这就是密钥 所以我们现在 专学无量寿经 够了 底下是念老所讲的 有密宗 称密密宗 因密法者 正是诸佛 密钥之章 不轻视人者也 高级的佛法称为密藏 密藏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最后所讲的 密宗在佛法里面也是一个宗派 称为密密宗 当然了刚刚提到了 这个秘密不是说不可以告人的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这个密法 根线达不到的人 不能够教他 为什么 他听不懂 教他他也学不了 那这个秘密呢 佛其实很想跟大家讲 只是我们的程度啊 还达不到一定的标准 经极乐菩萨 善谈诸法密钥 这是讲到我们了 将来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啊 可以把诸法密钥呢 广泛的向大众宣传介绍 这个诸法密钥是指密钥当中的密钥 也就是信愿实名 求生西方净土 不退称佛 这个密钥啊 讲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也很容易 但是呢 他很难相信 所以啊 佛都亲口讲了 净土法密是难信之法 谁难信呢 你阿罗汉 披之佛全叫菩萨 有很多都不相信 所以我们看到 古往进来 古今中外 许许多多大德 他们念佛三念五载就成功了 升到九朵世界 这都不是一般人 这都是具有大三根大腹的大一人 过去真宗 亲近过无数诸佛如来 他以真诚心恭敬心 支持这一句名号 每一句佛号 消八十一节生死重罪 能够灭除八万亿节生死重苦 你身上不是有痛苦吗 念佛就好了 再多的病痛 再麻烦的事儿 都能够化解 时间不久啊 三年五年就搞定了 这就是诸法密钥 乃善能开言 诸佛一切显密 甚深密钥 这是讲的果报啊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很简单 念这句阿弥陀佛 确实做到不怀疑 不夹杂 不简单 那对于诸佛一切显密 您自自然就了解了 自然就明白了 所以念佛啊 可贵就在于老实 当年英光大师 苦口婆心的提醒 我们老实念佛 我们现在念佛老实不老实 您还是跟人家讲话 就不老实 还用手机跟人家发信息 就不老实 这都是怎么呢 不听话嘛 所以没有成就 怎么办呢 赶紧回头 赶紧纠正自己的错误